大家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受到南方雲氣北宜的影響 台灣附近水氣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各地或多或少都會出現降雨的狀況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可以觀察到 東半部的台灣海面上有非常明顯的回波水氣 今天主要是東半部跟南部地區 降雨狀況會特別明顯 而這張氣象局還針對了宜蘭發布大雨特曝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至於中部以北地區呢 雲量比較多一點 但是降雨狀況是以零星局部短暫降雨為主 另外要特別留意的是 因為東北季風其實還是偏強 所以新竹以北地區 東半部地區恆春半島 還有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八到九級的強震風 風浪會比較大一點點 提醒大家海邊活動要特別留意了 另外今天的溫度方面 整個東半部地區高溫會落在二十三二十四度 感受上比較偏涼 至於西半部地區比較溫暖一點點 是落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而今天全台低溫還是會下探到十九到二十二度左右 提醒大家今天整體白天溫度上呢 是舒適為熱 不過早上晚上依舊是還蠻涼的 而這樣的好天氣到了明天開始 就會出現變化了 三十號受到了封面掠過 還有乾冷空氣南下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呢 天氣會率先感受到轉涼 而到了一號二號 繼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跟東北部地區呢 天氣是會偏冷的哦 一直要到了三號 東北季風減弱一點點 氣溫才會稍微回升一些些 不過清晨夜間依舊是偏冷的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二十二到二十四度 台北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新北二十三到二十七度 桃園二十二到二十八度 新竹二十二到二十七度 苗栗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中部地區 台中二十四到二十七度 彰化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南投二十四到二十七度 雲林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嘉義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也是會有局部零星降雨狀況 南部地區 台南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高雄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屏東二十五到二十八度 也是會有零星的降雨 東部地區 宜蘭二十一到二十四度 花蓮二十二到二十四度 台東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降雨狀況都還蠻明顯的 外島地區 蓮漿十九到二十一度 金門二十到二十五度 澎湖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要留意可能會出現 八到九級的強震風 最後小滴您要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整體來說 水氣是有變得比較多一些些 因此東半部要記得 可能會要慎防大雨了 而至於今天各地 早晚依舊是偏涼的 提醒大家要適時多添加 一無保暖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姿勢